陈明奇称,自2月11号临时起,港澳人士,除商务履约活动、跨境企业内部调动,已取得台湾居留症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外均暂缓来台。至于已持有有效入出竞争者推迟来台,港澳学生亦暂缓来台。所有获准来台者,一律均需进行居家检疫14天。 台教育部门主管潘文忠称,为避免大陆港澳学生因无法如期返校而影响其就学权利,台教育部门会从宽认定学校弹性修业安排,并责称学校以弹性修课、学分抵免等多元方式进行修课,全力协助学生可以如期完成课业,所需相关经费由台教育部门补助。 另外在记者会上,陈明祺还称,两岸直航目前只有5个航点,不排除按照疫情的需要,以指挥中心的指示做相应的调整。 据了解,根据台交通部门统计检释,2月原本1345个两岸航班直接砍掉762个航班,剩下583个,控冲机超过11万人次。 有关湖北台包第二班包机返台的时间,陈明祺在记者会上仅表示,目前仍在沟通协调。 对于台当局的种种措施,中国时报日前发表的一篇评论称,在大陆防控疫情的危难时刻,蔡英文当局不但没有及时伸出援手,反而第一时间下令禁止口罩出口,接着无预警全面封杀大陆人士入境,其冷酷无情已经给大陆民心造成伤害。 另外在台包反台问题上,台当局先是火速与大陆切割,袖手旁观,然后又翻脸不认人,使后续工作陷入困顿。 国民党桃源市议会党团,10号也召开记者会,来营议员炮轰蔡当局口罩政策荒腔走板,没有统一标准,在疫情面前的表现,所谓的反中情节昭然若揭,目的就是用来掩饰处理疫情的无能。 。